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乱战当中 没有能够最终形成攻门 一球被解围出来 巴布基桑回撤到罚球区内 一个变相过人 但是刚才这个球武汉桌尔第一下被这个球传过去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单后腰位置的问题 是 这条杜拉多的脚下 杜拉多自己外围选择了发泡 这个球打得比较正 把巴索哥的勾球 马兴玉外围打门 出现了不球脱手 这脚射门质量非常高 谈逆而起 对门将王之锋来说的话是有一定挑战 好在队友的保护和球的线路都不足 艾伯拉 哪些之后的大门没有能够将球压住 巴索哥 呃 宋志伟这个下角稍微冒失一点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 还是要谨慎一些 这是后腰真正是在这 往上远助跑 直接打了 漂亮 哦 哦 一角世界波啊 这个球是打了守门员所镇守球门的左上角 非常漂亮 你说这球他还让守门员猜了一下 到底是谁来法 是 呃 关键是球速跟弧度都非常的完美 角度也极佳 待会慢动作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球可能门匠的责任都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个罚球质量确实太好了 你看这个角度 包括高度 呃 最年轻的门匠王志峰来说的话 直接 向后点方向 后球一蹭 看看这个投球 顶高了 你看他的定位球还有先入变化 对吧 有的时候是打后点 有的时候打这种终点 就给球队带来很大的这种帮助 这个球要到外点啊 我们看 呃 巴不及嗓 向后一勾 这个球是没有队友能够把球控制住 看看怎么传 脚内侧的一角弧线球 把篮夹行下来 面对廖军建 任军建防守第一下不错 给过来巴索哥 左脚射门被打下来 非常漂亮 王志峰这次的扑就很关键啊 要不然武汉卓尔零比二 这比分就不太好办了 二次进攻 廖军建再传 好看看 头球 MA,这个球 无言表现逐了 跟上补赦 打在防守玄的身上 在近距离 乌炎把球给扑了出去 乌炎这球确实守得好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 二次进攻的时候 进去里面都有六七个人 看这球 转身打的力一下 是朝着球门方向而去 现在是二打四的局面 送 这个球给的不错 门角出来了 过掉了门角 看看下一步 打造了立柱上 只能说这个球 必须要称赞一下 刘毅的回防 对吧 他今天往内收去补位 其实挺 艾弗拉 挺下来 倒三角 马金森转身 左脚大门漂亮 冲进了 武汉主要在 商品普世进行到第三分钟 主队打进一球 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 这个球马金森 对吧 左脚射门赶上点了 那就有了 比赛结束了 最终这场比赛 双方是一比一 战成了平局 最终的这场比赛 河南建业是 总比分二比一 那么在排名不利的情况之下 但球队在两回合的比赛 面对武汉主尔是 拿到了总比分二比一的胜利 得以提前完成暴击 也应该是一个比赛的比赛 并且是一个比赛的比赛